女排涌现1米87二传星星,大号丁霞出炉。但郎平预言难题再现了。 U19亚青赛上,中国国清女排决赛0比3不敌日本无援冠军。不过,这批国清球员中还是涌现出了一些好苗子。 身高1米87的主力二传手孙燕令人眼前一亮,这已经不是她第一次引起外界的关注了。 去年的金砖国家运动会女排比赛,孙燕就展现了自己的潜力。 这次亚青赛,17岁的孙燕总体表现不错,她就像是一个大号丁霞,有着出色的身体条件。 不过,她也存在着一个问题,技术还粗糙,一些比赛好习惯没有形成。 郎平在5年前预言的难题再次出现了。 在这支国清女排中,孙燕是不可或缺的主将之一,她是国内比较少见的高个二传手,身手还很灵活,现在的传球能力尚可,而篮网是她的一大特长。 决赛面对日本,孙燕贡献了两次篮网得分。 孙燕决赛篮网得2分。 高个二传手恰恰是郎平比较喜欢的,上个奥运周期郎平对1米86的沈静思青赖有加,本来希望将她培养成国家队主力二传手。 郎平在国家队推行高大化策略,希望二传手的篮网能力也提升。 但是,很遗憾沈静思并没有在最后的竞争中胜出,反而是身高1米80的丁霞帽间,联首位秋月征战里约奥运会。 郎平仍然对高个二传手感兴趣,所以今年国家队集训将身高1米89的天津二传手孟斗招进过集训队。 不过,孟斗伸手不够灵活,暂时达不到为国家队征战的标准。 孙燕则在去年金砖国家运动会女排比赛引起人们的注意,她当时是蔡雅倩的替补,但是替补上场表现不俗,其中面对巴西青年女排一战,她刚上场就有二次球爆扣得分,颇有丁霞的风采。 孙燕的身体条件比丁霞好,她的传球也展现出了灵性。 今年的亚青赛,国倾女排只获得亚军是有原因的,因为一些主力球员没来,阵容并不起整。 在这种情况下,孙燕的发挥上课,她展现了该有的能力。但是,她和其他队员一样,暴露出了基本功不够扎实的通病。 孙燕已经不止一次说年轻球员技术存在欠缺了。世界女排联赛期间,孙燕也不客气地指出李莹赢基本功不够好。 事实上在2013年,郎平也曾说过袁新月技术不够好。郎平当初感慨,女排的状况使得国家队不得不承担起亲手培养好苗子的任务。 地方队的训练水平没法保证,只能由国家队来为好苗子大基础。 国卿女排这次输给日本女排,就是输在了基本功上。 这也体现了郎平这几年培养出朱婷、袁新月、张长宁、龚翔宇等人有多不容易。 东京奥运周期,女排教练组还得操劳培养出新星填补魏秋月、惠若琪等人留下的空缺。 孙燕作为好苗子,她还需要雕琢,未来进入国家队是可以预期的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